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历史在兆二 民国史系列之一 容共与清党 主讲 黄毓民 回到第二节 刚才提到监察委员张继和谢池两位 就问这个鲍罗亭 你究竟是 现在你这些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你究竟是为了和国民党友善 还是同时辅助这个共产党的发展 鲍罗亭就这样回答 这个是顾问来的 大哥来的 对这个所谓张继者词 他一向都很不喜欢 还有想尽千方百计陷害这些人 他就说 如先述国民党之真相 我先说说国民党的真相给你听 再提此问题 于是列举了这个德国债的 德债问题 欠德国债的问题 中俄协定问题 吴佩夫暴杀工人问题 这些全部都是关系重大 我就不见国民党有任何主张 而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 要开会数十处 不见议事日程有关国民大问题 之讨议就是讨论 喂 两位监察委员 问你的问题很清楚 就是你究竟 你共产党 即是中国共产党 你是受第三国际指挥 而第三国际就是这个 苏俄创造的 然后苏俄控制这个 这个中国共产党等于 现在加入国民党 又在搞事 究竟你加入国民党的目的 是为了和国民党友善 因为你可以控制这些党员 是代表苏俄和国民党友善 还是要同时利用 加入国民党之后 去辅助这些共产党的发展 那鲍罗亭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先不讲这一句 我讲讲你国民党的坏事给你听 有些重大的国民问题 你都没有解决 不如得债问题中俄的协定问题 不配呼军阀暴杀工人的问题 我都看不到你国民党有什么主张 而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这种缺点本党确不能免 或上可加举数十件 今春改组存由于此 今既改组 虽先解决组织上之大问题 至于党的作用如何 乃组织完好后之问题 本体上既发生问题 作用如何可站不提 组织上最重要问题 是否承认党中右党 即使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而言 不见 那这个 即是 张继謝慈也很棒的 他说你呢 就不用再数这些东西了 这些问题我们不可以避免 一定要处理 特债问题中俄协定问题 不配呼军工人问题 国民党都会处理 但是 你还可以加多数十件 不止这些 你要说的话 今年春天国民党改造 亦都是因为这样 既然改造 首先要解决组织上的问题 至于党 究竟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就是组织完善好之后的问题 组织上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承认党中右党 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 原来这是最重要的 即是说到这里 这个鲍罗亭如何回应呢 他说 如果党中分派是不能免 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做党之中心 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 有左派右派之分 而鱼方瑞伦等对中俄协定之宣言 可认为右派 共产党之为左派 不是 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共产党 在国民党里面有这些党团的组织 而这些党团组织的言行 是违反国民党的正刚和主义的 而鲍罗亭的回应就是 党内分派是不可以避免的 即是党内有派是不可以避免的 而这个党中央 中执会也不可以做党的核心 所以在党内有些小团体 有左派右派 都不是很出奇的事 然后两位监委就说 军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而在党内做党团活动 认为合理吗 莫非你鲍罗亭先生认为 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跟着在国民党里面 做一些党团的活动 你认为合理吗 鲍罗亭就回答 这句好绝 鲍罗亭怎么回答呢 他说国民党已死 国民党已不成党 只可说有国民党 原不可说有国民党 加入身份子于共产党者 组织党团可引起 旧党园之竞争心 即党可復活 如果你说到这里 就是和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 原意不符 现在是说到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是会令到你死了的国民党復活 这么厉害的 原本就是说 给你的共产党分子加入 就是因为要联合 很难容纳你共产党 以国人身份加入 然后大家的目标 就是要进行国民革命 要北伐 要统一中国 要令到中国 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这是一个大的宗旨 就是这个和苏俄 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个立场是一样的 反帝 是吧 当然这些 到了后来 大家认为 这个反帝对不对 统一对不对 北伐对不对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失宿在广州一余的国民党 他不是中国的 所谓用当时北京政府的立场 你不是一个正统的政府 外国承认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 你在广州的大元税府也好 这个国民政府也好 在北京政府来说 或者和北京政府 有外交关系的 这些外国来说 包括英日、德那些 他都不会当你是一个合法政府 而孙中山就是要争取澳门 等这个苏俄支持你 为了要联俄 于是就要容共 这个容共的本质 现在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 但是现在经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 就出现很多这些问题 之前说过 一些阴谋敗路 开始分发颠覆满透 民堆来了 引起国民党里面 一个相当大的争议 还有有些有心人 开始觉得再这样下去就不行 而事实上原来 鲍罗廷其实就是在幕后操盤 那鲍罗廷的回应就是说 你国民党死了 如果不是我们 那你给一些共产党加入 来组织党团 可以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 那党就可以复活了 承认了他有搞党团 那接着鲍罗廷就说 他说 不错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 见国民党不振作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 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集其中 你不得不组织党团 这句就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啊 有党团 因为你不振作 不振作就是我们来搞 接着两位监委是怎样回应 这个鲍罗廷顾问呢 他说 依吴贝见解军所用的方法 欲令国民党復活者 息足以使国民党死亡意 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 互相倾择相竞争 乃致死之道也 这两位就是 国民党的冲青分子 两位中央监察委员就认为 我们的看法就是 你用的办法想国民党復活 其实你就将国民党注于死地 因为如果你这个所谓的党团可行 你就是会令到 就是说在党内有很多小团体 会出现这个斗争 互相倾择相竞争 这个就是国民党致死之道 接着鲍罗廷就回答 成言 或者是 你说得没错 或可致国民党于死命 唯不希望如是结果 希望左派右派相争 就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 里面有左右派的斗争 跟着 这个斗争 或者竞争 你可以令到有一个中派出现 有一个中度势力出现 就是党的中心 不知道说什么 那两位监委就回应他 如个人素来赞成共产派 加入国民党共同从事革命 此次问题发生 仍主张有疑的解决 今民君之言论 则不能不变更主义 国民党事一腐败革命党 如不能全否认 假若君所说共产党 是新生革命团体 如此则两种性质不相容 不如分度扬镳 腐败者团结起来 加以改良 新生者一往直前 两无阻碍 分作两起 喜不更佳 我发觉这两个真是好东西 他顺着你说 国民党腐败 国民党就死 本来我们的想法就是 大家都仍然有所谓合作的空间 我们都赞成共产派 属于共产党的人 加入国民党 大家一起从事革命 是吧 好了 现在发生了你 外面我们发现了 你入面 在国民党里面有党团 接着你搞破坏 是吧 那我们都希望 可以是 大家 基于互相量解 友谊解决 即是friendship 不要说 要不共大天 即是政治江谱问题 正路线问题 但是听完你这样说 我们的想法就不同了 不如分道让标 大家主张都不一样 你认为国民党腐败 那我们这些腐败者自己重生 是吧 那你激进的 你就先走激进路 那鲍罗廷就这样回应 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 只能用国民党党綱 不能用他种主义 至使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部加入国民党 如有不奉命令者 即认为违反命令 那就是我们第三国际 就一向都认为 中国革命只能靠国民党的党綱 不可以用其他主义 虽然我们主张这个社会主义 或是共产主义 是吧 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全部加入国民党 如果它不奉行命令 就当它违反命令 那两位监察委员就说 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否全体加入本党 因为只加一部分 那鲍罗廷就说 我不知 按照原则说 应该全体加入 好了休息一会儿 我自己的 sob力 我自己的邓创 好 我自己的邓刀 是 我自己的邓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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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